大家好,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,我是李國慶 美國的GDP有七成由消費組成 消費增長的快慢對經濟和股市都有重要影響 消費者信心指數是一個研究美國消費強弱的領先指標 值得投資者參考 消費者信心指數是透過每個月訪問全美國五千個消費者牽制而成 調查內容包括受訪者對未來六個月的經濟形勢 受僱情況以及家庭總收入的看法 消費者肯不肯增加消費和他們的收入以及工作保障 有很大關係 消費者信心指數同時探討消費者的受僱情況以及家庭總收入 令到這項統計更具參考價值 消費者信心指數越高顯示消費者對經濟前景的信心越大 樂觀的情緒有助消費增長刺激經濟 消費者信心指數和零售增長以及美股呈現同升同跌的正相關走勢 過往數據顯示消費者信心指數有領先作用 以金融海嘯期間為例 消費者信心指數在2007年7月見頂 標準普爾500指數到10月才見頂 其後消費者信心指數在2009年2月見底 標普500指數到同年3月才見底 總而言之 消費對經濟影響很大 消費者信心指數是零售消費的領先指標 投資者要留意指數的趨勢以及轉捏點 以掌握美國經濟和股市的走向